他被称为万青醉牛小矮人 身患诸如正却在后来远渡重洋 成为人生赢家 他的名字叫车马 1838年在浙江州山出生 他身高永远只有小孩子的水平 这在现在看来不是很稀奇 但在当时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 他被很多人使为怪物 为了谋生利用自己的独特 在街头表演各种技艺 机缘巧合下 他被一位美国马戏团的星探发现 并将他带到了美国 参加了当地的马戏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车马赚到了很多的钱 最终他选择定居于美国 过起了平凡的农场主生活 并先后娶了两位美国女子为妻